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5月1日 星期一 欢迎来到财经内容 那么以前主要是讲财经时政类的话题比较多一些 今天这些节目和大家换一个口味 主要聊一下历史 可以说是我最近这两天发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帖子 总结的非常到位 他是说100年之内读不到的真正的历史 我相信可能百分之七八十的朋友 都不知道这些真正的历史是怎么回事 但是他总结的非常到位 那么再把这个帖子介绍给大家 同时我也简单的点评一下 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他第一个就是说60多年过去了 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蒋介石动用70万的国民党军队 发动了淞沪会战 在会战中呢 国民党空军炸毁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 炸成了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旗舰 国民党陆军为补充战损了 而五次发布动员令 超过半数团职以上的高级将领以身殉国 松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 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 还为上海资本向重庆的转移 赢得了三个月的宝贵的时间 这是第一点可以说松沪会战在共产党历史里面 基本上是非常淡化的 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其实松沪会战国民党是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的 没有松沪会战 可能中国的金融中国的资本呢 就一锅被端了 因为上海可能就被占领了 那么就没有后面的重庆的大反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说六十多年过去了 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叶挺的新四军 而是孙立仁的国民党新一军 新一军远征缅甸缅甸 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 击毙击伤日军10.9万人 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渔邦的时候 下属向孙立仁询问 如何处理日军的战俘 孙将军的回答是 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 到过中国就地枪毙 以后都这样 可以说啊 在国共将领里面呢 像孙立仁这样的将军呢 基本上都是战神级别的 可能和中共的林彪呢 就是旗鼓相当 可以说两个人呢 是国共里面都比较会打仗 算是最会打仗的两个人物啊 孙立仁可以说在抗日战中啊 就是中国军队的一面旗帜 当然的新四军呢 那就不值一提 他们基本上就是在抗日战争中啊 不打日本人 专门在国军的背后啊 捅刀子捅枪 这样一种黑恶势力 就是新四军 是远不能和孙立仁将军的军队啊 相媲美 这是第二点啊 第三点是60年过去了 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八路军在平行关大劫中 只不过是消灭了一支日军的运输队 而平行关大劫只是平行关战役的一部分 平行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想想被中共历史上吹得神乎其神的平行关大劫呀 可以说就是打击了日军的一个运输队 被他吹得像神一样啊 但是真正国民党组织的几次会战呢 松湖会战 然后是武汉会战 南京会战 常德会战 基本上提都不提啊 很多是提都不提 但是他一个平行关大劫 也可以说打死了几个日本人都大吹特吹吹几十年 这就是中共他的抗日啊 中共说长征是北上抗日 我们想想他们到陕北的时候哪里有日军呢 而且绕的都是中国的西南西北 那时更没有日军对不对 其实就是大逃亡一个逆势啊 长征说号称是有两万五千里啊 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话 大家算算两万五千里要走多远呢 基本上可以说到美国都走了一半了 对不对 他绕半个中国有两万五千里吗 一万里都没有 所以长征呢 就是中共红军的一种大逃亡 然后呢 躲地日军金锐啊 基本上在八年中间了 他们在积蓄力量 没怎么打日本人 整体都是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硬抗日本人 所以国军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 这是第二点啊 这是第三点 关于平行官大捷 第四个 他说六十多年过去了 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是虚构的 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啊 是国民党的委员长卫队 这支军队使用德士的装备 甚至有德军教官亲手指导 在南京雨花台 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 他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啊 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的师团 平均每个士兵呢 要坚守二十五弥长的阵地 面对五十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 但是胜利者仍然是中国人 那么这个事情可以说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啊 中国的那些什么游击队啊 地道战啊 铁道游击队啊 那些鬼东西 双枪老太婆呀 基本上吹得神呼气神 但是对抗日都没什么用 而且很多是虚构的 但是这个委员长卫队啊 确实是非常厉害啊 基本上是消灭了一个日军的甲种师团 那么这是非常厉害的了不起的 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 他说六十多年过去了 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在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是抗战的英雄 在长沙会战中 他率领赶死队包抄小道 阅读张古峰 为国民党成功阻击日军 逆下了汉马功劳 张灵甫还为抗战丢了一条腿 那么这个很多人也是不知道的 把他当中反面人物 其实这些都是真正的抗战英雄啊 第六点 他说六十多年过去了 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在湖南常德的保卫战中 国民党七十四军 五十七师的八千名的官兵 阻击十万日军 十五天之久 是余成万率领的啊 最后只剩下两百多人呢 还能够战斗 那么师长呢 是发出了七十四军 五十七师 最后一封电报 是弹尽 元杰 仁武 陈以破 职 率副师长 师傅 政治部主任 参谋部主任 死守中央银行 各团长 划分成区 各恶守一屋 做最后的抵抗 誓死为止 宾逐胜利 七十四军万岁 那么这是非常惨烈的 常德保卫战啊 是我们的余成万的师长啊 他坚守这里 可以说最后全部都拼光了啊 这是非常惨烈的 那么共产党可以说 他的那些所谓的铁道游击队啊 那些地道战啊 可这些比基本上都是 子虚乌有的东西 根本是不值一提 这才是抗日的一个主力军 就是国军在正面战场上 阻击日军的进攻 第七点 他说六十多年过去了 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在武汉上空爆发过持续时间 仅次于布列丁空战的武汉的空战 那场空战中 国民党军队啊 国民党的空军 是击落了日军飞机 七十八架 炸成了日军的舰艇 二十三艘 在那个时候 每当防空警报响起 很多武汉市民 不是钻进防空洞 而是爬上屋顶 为的是能看到 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 所以这场抗战呢 可以说基本上都是 中国军民啊 遇血奋战 团结一致啊 取得的胜利 当然呢 也离不开美国的鼎力支持啊 那么这场战争 但是并不是像共产党教科书上说的那么轻松啊 是共产党是抗日的主力军 基本上是胡扯大 这是第七点 第八点是六十多年过去了 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 在敌机轰炸之下 坚持24小时 不简单的生产 以金陵军工厂为例 抗战期间 共生产破级炮7000门 重击枪1.8万艇 步枪28万只 手榴弹30万枚 炸药包20万个 所以抗战呢 其实不仅是前线的军队在遇血奋战 所以后方的还有一些兵工厂 还有一些民众在鼎力的支持抗战 这也是中国抗战 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物质保证 就是后方要大量的生产 然后一些专需补给物资 要供应得上 这是第八点 第九点 他说六十多年过去了 有几个中国人知道 日军的投降书是什么样子 确实很多人真的是没有看过投降书 其实这是最自豪最关键的一幕 但是中国的历史上都淡化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投降是像国军在投降 没有像共产党 他说 为什么我们只知道918日军的清华 而不知道815日军投降的情况呢 日军投降文书多次出现 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 向蒋维员长投降 受降的落款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 陆军一级上将 陆军一级上将和印钦 这样一个落款 很多中国人 基本上百分之七 基本上百分之八九是以上的 应该是不知道的 要知道他说 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 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 他并不是光靠小米加步枪 只用游击战 麻雀战 地道战 地雷战 就能打赢的 他是用的重兵集团 与日军浴血奋战才打赢的 战争期间 国民党的陆军有321万1418名官兵 壮烈牺牲 其中包括八名上将 41名中将 71名少将 国民党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 血洒成功 2468架战机被击落 国民党海军全军父母 所有舰艇全部被打光 固能以贯 民族的脊梁 民族的阴烈 这样的称语 这样的荣誉 只能是给我们国军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些历史 到底做何感想 中间有多少 是你之前就知道 中间又有多少 是我在这里讲了之后 你们才知道 可以说确实 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 都是国民党作为中流砥柱 而共产党基本上是躲在了银安 在暗暗地壮大自己的力量 很多时候甚至是和日军来勾结 来对付国民党军队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 中国的抗战能取得胜利 真的是一个奇迹 当然美国的支援也至关重要 但是国民党因为在抗战中和日军 可以说基本上拼光了主要的家底 大部分都拼光了 那么特别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很多都被拼光了 所以最后和共产党决战的时候 这个力量的此消彼仗就已经是去一个平衡的状态 所以国共力量在八年抗战之后 基本上就是此消彼仗 国军的力量进一步衰退 然后共军的力量不但壮大 特别是在东北地区 因为苏联后来是控制了东北地区 那个地方的日军投降 基本上都是向共产党受想 然后很多武器 很多装备 还有日本的一些俘虏战俘都交给了共军 那么林彪后来是利用关东军的残部 然后利用日本的这些重武器 这些非常尖端的武器 后来是重组来对付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在东北就是节节败退 当然这中间的形势是太复杂 还有国民党误判形势 还有美国的误判形势都有 所以很多姻缘机会导致最终的共产党得了天下 但是中间大家不要忘记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 是国军在保卫整个中国 而共产党基本上是没起什么作用 很多时候是起的副作用 所以现在的历史书基本上要重新写 一百年之内 可以说很多中国人真的是不知道这些历史 要重新上中国的历史课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加拿大温哥华的律所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线上的宝地 给大家普及一下加拿大移民知识 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对移民关上了大门 五大理想目的地中 美国 欧洲 澳洲 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 关闭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加勤刚刚宣布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一百二十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已经成为全球疯抢的诺亚方舟的船票 我们律所地处温哥华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不同领域的经营律师组成 是加拿大温哥华当地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服务机构 作为加拿大的温哥华 我们专注根据客户需求 量身打造移民方案脱离传统中介 广洒网各国移民 齐腿广的模式 多年来只专注于做加拿大移民 不断地积累客户办理经验 已达到最高的成功率 截止到现在 我们已经成功为两千多个家庭 办理了加拿大永居移民身份 律所拥有各领域 法律相关的从业律师 有三十多个 加拿大境内外 专业移民服务团队 有五十多人 我们拥有行业内最专业的咨询 及文案团队 迄今为止保持行业最高的通过记录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加拿大 雇主担保移民 八十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币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拿到枫叶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绵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移民 无需经商经验 无需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枫叶卡 实现移民和投资双赢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文化娱乐体育行业的自营职业者 有相关专业背景 过去五年内 有两年的自雇经验即可 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的留学移民 等等几十种移民方案 目前我们在温哥华 多伦多 莫德利尔 悉尼 卡尔加里 萨兹卡东等地均设有直属的分支机构 除了帮助大家办理移民 同时提供全方位的后续安家服务 移民确实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万事开头难 路虽远行则至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只要现在开始行动 一定能圆您的移民梦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的移民相关问题